这套书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从918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 涉及到很多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 有很多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 是这本书首次公开的 这套两卷本第一版出版在2015年 我还记得出版时 我的很多朋友都争相传颂 说这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书 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 希望得到作者的签名 不过阎明复那个时候身体状态不太好 得到签名是一个奢望 当然现在更不可能得到他了 这次我在南乡书院看到这套书 很是亲切 也希望介绍给我的读者们 这套书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从918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 涉及到很多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 有很多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 是这本书首次公开的 阎明复的父亲是阎宝航 现在给阎宝航贴的标签是 中共谍报英雄 其实远不止此 只不过这个标签更有传奇色彩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 他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 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 经过蒋介石任命 担任过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行营参议 政治部设计委员 在这些岗位上 他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西安事变前 阎宝航向张学良面臣联共抗日的主张 事变后他多次设法营救张学良 阎宝航的家有一个别称是阎家老店 因为实际上他成了一个接待点 很多中共的重要人物都会到他家去 周恩来就是阎家老店的常客 阎明富1931年出生于北平 1947年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 后来他在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 1957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 文革期间 阎明富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的时光 1975年恢复工作以后 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定稿员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 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些职务不多说了 重要的是阎明富的口碑非常好 我的一些朋友曾经作为他的下属 与他有接触 提起他来总是赞不绝口 阎明富很认真地谈到了 他写作回忆录的心路历程 但是我更想用别人的口来评论这套书 出版者是人民出版社 社长黄书源认为 此书是中国出版界近20年来不可多得的 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邓小平之女邓荣在出版座谈会上回忆说 十年前老颜开始写回忆录 那时候他就给他看过书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一些章节 结果拿到成书一看 这么厚快一百万字了 比以前临散的更吸引人 一看停不下来 看了三天三夜连颈椎病都犯了 而女儿颜兰记得老爸写这本书的艰难 他说他老爸是为了写书而学的电脑 常常有操作失误 有的内容忘记了保存进去 一下子就损失了好几天的努力 但他从不弃累 重新再写 文革部分足足重写了八遍 女儿觉得他的内心非一般人所能比 严明富的俄语非常好 而中共和苏共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跟宏苗正又精通语言的 他参与了很多和苏联交往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听说过 但是由他写出来 可信度就更高 比如说他讲炮击金门 明显的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8年8月23日 解放军的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 一天打了近3万发炮弹 国民党马上向美国求援 几天之内 美国就在台湾地区集结了 6艘航空母舰和40艘驱逐舰 突如其来的台湾紧张局势 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慌 他很生气 担心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苏联会被中国拉下水 尤其是北京的这个行动 被西方媒体说成是中苏合谋的 因为20天前赫鲁晓夫访华 那时候和毛泽东见过面 其实赫鲁晓夫确实来中国了 毛泽东也确实和他见面了 但是也确实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但是这两个重要的领导人见面了 会不说这件重要的事情吗 不可能啊 所以赫鲁晓夫被认为和毛泽东有商量 也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想想前几天普京到冬奥会说到中国来的情况 赫鲁晓夫就派了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到北京来了解情况 周总理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 严明复都在场 周总理和毛泽东告诉他 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 也不是要在金门马祖登陆 而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 打击美国的气焰 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我们这样做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 后来赫鲁晓夫明面上对中国表示了支持 但实际上他还是很不满意 中苏关系又增加了一个变量 严明复年轻的时候 当翻译参与了很多的中苏领导人的会谈 对中苏分歧的产生原因和过程都很清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的思路和他确定的路线 他也很清楚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央是很重要的位置了 他记录了小平的很多讲话 例如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讲话时 说到了中苏关系的时候 他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 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 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 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 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真正的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 中国人感到了受屈辱 这是真是私下说的话了 他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还说 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 他去世以后上百年所产生的问题 提供现成的答案 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 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 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必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邓小平为中苏论战做出的结论 实际上也不单是总结中苏论战 而是总结如何科学的 正确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1990年苏联的形势不稳 可能发生巨变 邓小平又说 不管苏联有什么变化 我们都要同他在和平共处 五乡原则的基础上 从容的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邓小平一贯主张 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尤其在国际上 在国家关系上 他调整过去的曾经以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 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 去处理国与阁 党与党之间的关系 不求缠历史 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所以他的这些主张 为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邓小平确实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 我看闫明复回忆录的这些记录 回顾这段话 虽然不算是揭秘 也不是猎奇 不那么吸引眼球 但是深刻的道理 确实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总之 我认真地推荐这套书 这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书 我认真地推荐这套书 我认真地推荐这套书